美國以往曾為了中共利益 犧牲美台關係 對此國務卿蓬佩奧強調 將會重新審視 恐怖萬聖節 港警無差別攻擊市民 72歲老太太見血 台灣人又傳在中國大陸被失蹤 家屬至今一年多 仍無法前往探視 台灣三部曲 歷史文化園區BOT案 今天由導演魏德勝 與台南市長黃偉哲正式簽約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